《月桶音樂家》的妹妹李秀賢 近日在節目上坦言 曾經有一段考慮隱退的第一潮期 引發粉絲們關注 節目中秀賢坦率地說出自己的煩惱與想法 她表示面對繁忙的日程 時常感到心理負擔 在最近的一年裡 我好像真的沒有一件事是因為想做而去做的 直到去年都還一直抱著隱退的念頭 透露了自己疲憊的狀態 為了從低谷的日程 最後出來她還去找了前輩歌手Aiu過去的訪談 當時Aiu給予了陷入低潮期的人們建言 讓秀賢從中得到慰藉與希望 節目播出後 粉絲們心疼表示 我們因為秀賢的歌聲得到力量 但完全不知道你那麼辛苦啊